在黃金海岸的第二天 當然不可以浪費一個美麗廚房 做個早餐先吃 平時我們的早餐沒那麼豐富 是怕明天清不清雪櫃 所以才吃那麼多 真的要再說一次 澳洲的預製品真的隨便買都好吃 吃完早餐我們又下去沙灘走一轉 今天浪很大 我已經距離海邊很遠 但浪都可以打到膝蓋 玩完水 我們就搭Transling巴士去Marina Cove 這裡其實是一個游泳碼頭 附近有很多餐廳 還有一個Marina Mirage的商場 還有一些很美的酒店 我們本身打算去這間網上 有很多評論的Peters Fish Market吃東西 但去到門口感覺好像很簡陋 還有好像戶外座位 為免被海鷗襲擊 我們就掉頭走了 是剛才在碼頭經過的King Crab Cook 我們叫了半大山蠔 一隻藍花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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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就知道是甜 吃蟹之前先冷回圍裏 這裡的海鮮雖然用了Luisiana的Cajun方式做 都吃得出蟹的鮮味和甜味 醬汁還好吃到我們要打包回去酒店吃 這個漢堡是用黃牛做的 味道沒什麼驚喜 但也很好吃 飲品我們就試了澳洲本地的Risling和Cloudy Cider 味道就OK啦 因為吃海鮮 這一餐就貴了一點 但除開都是大概$850港幣 吃飽我們又去了搭巴士 這一天是年三十晚 我們去了唐寧街 想著感受一下新年氣氛 誰知 什麼人都沒有 今天又去購物啦 誰知見到亞洲超少 我們竟然山巡水遠走來買肉骨茶包 還有買了雜通菜 然後揹著雜通菜搭輕鐵去Service Paradise 我們在Cardview Avenue下車 穿過這條Cardview Link 就會見到這個一望無隻的海灘 可能我們太晚來啦 都見不到有人滑浪 都見不到有人游泳 太陽下山我們做回歸了 今晚我們吃鐵骨牛扒 我們加了今天下午吃蟹的Cajun汁 超美味呀 今晚吃了昨天吃剩的烈山芋 鐵骨牛扒 鐵骨牛扒 人人街賣的通菜 和昨天吃剩的碗豆苗 那就一頓啦 飯後甜品就是澳洲雪糕品牌Connocer的 鹹味焦糖雪糕曲奇三文治 好歸甜 那又一天啦 明天是最後一天在黃金海岸啦 好歸甜